吃棍棒惡上怒氣 衝衝看準目標 就朝棋樓方向走 不管朋友怎麼勸阻 一棒就打在對方身上 這時一群總共四個人 三男一女開始在棋樓上拉扯 沿路打到馬路邊 燕京男彷彿殺紅了眼 棒棒垂在被害人身上 混亂中還有人疑似 從口袋裡掏出小刀攻擊 嚇得早餐店老闆 都不敢開門做生意 事發現場血跡斑斑 眼睛也在鬥殼中被打飛 被害人的屁股還因此被砍傷送醫 到底雙方人馬有什麼樣的恩怨 氣到要拔刀相向 我是看到三個男生一個女生 聽到其中一個人說 那個人打人這樣子啊 原來一切都是因為感情糾紛 兩男一女上演三角戀 吳姓主席和女友本來就是一對 不滿22歲侯姓被害人 對自己的37歲女友展開 猛烈追求 招來朋友相約談判 卻是給他一陣猛打猛踹 行我到圓通本霞 圓通路 只發現有一次糾紛吵架 後來有 褲蕩有受傷 有血跡的現象 明知道對方名花有主 還是一見鍾情 硬要介入對方感情世界 反遭男友教訓受傷 事後自知力虧 不打算提告 記得陳志豪宋襄林台北報導 等下工作人員